现在模拟器上面显示的就是一个空白的微信小程序 在这个调试的控制台上面会显示一个错误 说没有找到入口文件app.json 我可以先在项目的根目录下面呢 先去给小程序添加一个主要的逻辑文件 这个文件呢应该是app.js 在它里面可以用一个app去注册一个小程序 先给它提供一个空白的对象 一会儿我们再去网里面去添加一些东西 然后再去给小程序去创建一个主要的配置文件 这个文件的名字呢就是app.json 一组花括号 现在这个控制台上会提示说 在app.json里面没有定义pages 就是小程序的页面 再回到这个app.json 添加一个pages 它里面的东西就是小程序上面的页面 比如说我们先添加一个pages-index -index 它表示的就是一个页面的路径 也就是这个index页面的应该就是在pages 目录下面的index这个目录里面 文件的名字是index 这里呢我们不需要去添加这个文件的扩展名 小程序的框架会自动的去加载需要的文件 每一个页面都有它的主文件 配置文件有视图还有样式文件 下面我们先去添加一个页面 创建一个文件把它放在pages-index这个目的下面 名字是index.js 每个页面呢都需要一个js文件 那么它里面我们可以去存储页面上需要的一些主要的逻辑代码 注册一个页面可以用一个page这个方法 给它一个空白的对象 页面的界面需要一个wxml文件 在index目录的下面去创建一个index.rwxml 这里的东西呢跟html很像 在这种文件里面可以使用小程序提供的一些组件 这些组件就像是html里面的元素或者叫标签 我们先用一个view组件包装一个text的组件 在这个text的组件里面可以去放一点文字 比如说hello view组件就像是html里面的div元素 是一个包装元素 现在我们的小程序的首页上面就会显示一个hello 显示的内容就是小程序的index页面里面提供的 接下来